锦木汉说的竟然是真的 葵木兰和凛雄是同一个人 怪不得 怪不得我总觉得两个人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来 吃早餐 我特意让穷儿给你做了馒头 气泡 为什么要骗我 鬼木狼 果然 你眼睛看得见了 你究竟是谁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 你还想继续骗我 气泡 你听我跟你解释 事到如今 你还想继续骗我吗 我只想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在我们画寿 有一口灵犬 我需要一直向他输送内力 才能保证我画寿城中 百姓健康 可是因此 我的内力也会损耗 就在几年前 就在几年前 我的内力因为损耗过大 所以 才出现了你晚上看到我的那副样子 历代话说大王 都是这样 我们只能用兜帽和面罩 来掩饰自己的容貌 这是我们族内最高的机密 我的身边也只有柳军 他因为机缘巧合知道了此事 现在你也知道了 所以你白天是这副模样 李雄的模样 晚上就变成奎木朗 我本是想用我真实的面目 来面对你的 可是那天 你突然冲入我宫中 看到了我夜晚的模样 你腰外 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才不得不用 白天夜晚两个面容 两个身份来面对你 我早该想到的 你跟奎木朗 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 我曾经一度觉得 在某个时刻 你跟奎木朗 有着某种类似 我一直以为都是错觉 之前 你骗我 你是大厦隐蔚的时候 我原谅了你 我这么信任你 你却把我当傻瓜 不是 七宝 你别碰我 你之前费尽心思 把我从大厦录过 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五年前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 叫做灵珠的质宝 可是五年前 我刚找到的时候 我的亲弟弟 就暗中带着伏兵重创了我 我受伤太过严重 意外来到了你的家乡 大厦 我就是在那儿 第一次见到了你 原来如此 你跟我撒了这么大的祸 都只是为了灵珠吧 一开始的确是因为灵珠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直接杀掉 去走灵珠呢 根据画手古迹记载 要想取得灵珠 必须与心爱之人心意相通 得到她的真爱之吻 原来如此 你不是要真爱之吻吗 我现在给你 你这是干什么 不是说跟我真爱之吻 你就可以得到灵珠吗 灵珠本来就是你的 还给你 我们就两亲了 胡闹 你不是等这一刻等了很久吗 来啊 我们亲亲看 灵珠会不会出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是已经答应你要送你回大厦了吗 你跟柳军的对话 我已经听见了 没有灵珠 你会死 对吧 所以你是在可怜我 随便你这么想 我奇葩平生 从不欠别人的 也不会见死不久 仅此而已 那日 为什么要带我去看那个星宿 请不吝点赞 那个星宿的名字 是奎穆朗 原来如此 我早该发现的 利兄 就是鬼木狼 赌一把 鬼木狼 我赌你 一定会出现 你终于出现了 回眸了 回眸了